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价值状态 那价值状态呢 大家看一下有几种啊 有几种啊 三种啊 都跟钱有关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种叫什么 第一种叫at the money 我们把它简称为atm 这是个好东西 叫取款机齐全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平值齐全 就at the money 是平值齐全 那in the money 就在钱堆子里面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实值齐全 是吧 从前里面出来了叫什么 out of the money 我把它称之为叫虚值 就是你看到如果按逻辑的话 你觉得应该怎么摆 怎么摆 是不是应该实值 平值 虚值 那为什么宋老师非要把这个平值放在最前面呢 最简单 因为一会你会发现平值齐全跟那两个就是不一样 是吧 有时候它好像看上去跟虚值有点像 但是还是不太一样啊 当然我们除了刚才说的一会我们要给大家解释的话 就是现在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在市场上交易最活跃的就是平值齐全 为什么以后我们再说啊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到底这三个状态是什么意思啊 是吧 同学不是说号称要预习吗 那我问你什么叫平值啊 没找到是吗 我们说实际上平值齐全 就是不管是看涨齐全还是看低齐全 如果ST等于K 我们说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平值齐全 是吧 那什么叫实值齐全呢 你在你的笔记本上 你的真的笔记本上啊 不是你的电脑上 平值齐全 ST等于K 实值齐全的时候我们就要分什么 对 看涨和看跌了 明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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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给大家写一下哈 嗯 嗯 那下面我们就说了在这钱里面 那如果是一个看涨呢 对,ST大于K 如果是看跌呢 K大于S 我们首先都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 Auto off呢 就是ST小于K 这边是K小于S 那我们这样写的话 实际上是有没有大家会发现 还记不记得我们说 看涨期权的payoff是什么东西 payoff 看涨期权的payoff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对不对 那你发现什么了 你发现没有 就是这个第一个和第三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值期权和虚值期权 它的payoff 还小于等于 等于0 明白吗 但是它的实质期权呢 它的payoff是 大于0的 明白吗 所以payoff是不可能 小于0的 对 那从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说 原来第一个家伙和第三个家伙 他们的payoff都等于什么 0 它的payoff呢 大于0 从这个地方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好像平值期权和虚值期权 它俩是一伙的 那实质期权呢 是一伙的 那以后你会发现 其实更本质的差别不是在这儿啊 那下面我们要看跟这个 平值实质虚值相关的 我们还给大家引入了两个期权里面 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个叫iv 叫什么 内含价值 还有呢 叫tv 电视机 我们把它称之为时间价值 注意啊 你这个时间价值 不要跟公司理财里面 那个货币的时间价值相混淆 跟内没关系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内含价值 内含价值这个概念可斗了 内含价值是什么呀 你会发现内含价值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哈 内含价值是什么 内含价值就是说你立刻执行 这个期权能够得到的收益和零取大 明白吗 那我们说如果要是一个实质期权的话 它的内含价值就大于零 如果要是虚值和平值 它的内含价值就等于零 所以内含价值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期权的pay off 就是这样 那大家会发现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 immediately 是吧 你会发现内含价值它想说什么东西 想说在考虑内含价值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让时间停止了 让时间凝固了 对吧 我们不考虑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赚钱或者获利的可能性呢 就是时间明白吗 就是这样 那时间价值在我们这期权里面 其实定义也比较麻烦哈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种可能性 嗯 他想说什么 他想说期权 你为什么愿意为期权付费 对吧 一部分付费你是为什么东西付费呢 你是为那个立刻执行期权所能获得的价值和领取大的那块 就是你为什么付费 你为payoff付费 那个payoff的那里面是没有时间的那个因素的明白吗 那时间价值是什么东西呢 时间价值就是说 你愿意花钱去买这个期权 它可能变得对你更加有利的 你为这个潜在的获利机会付费的那块价值 我们把它称之为时间价值 所以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就是这是期权的价值 是不是 从现在我们理解 它是不是应该是IV加上TV 对不对 嗯 那从这里面你会发现 嗯 如果是一个实质期权是个什么样子 就是它这个不是也是正的吗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正的它还有一块什么 时间价值 就是实质期权的价值来源于 内涵价值和时间价值 那对那两个兄弟呢 对 就是说 at the money 和out of the money 它们所有的这个期权的价值 都来源于电视机 明白吗 就是TV 那现在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啊 就是我们先不说IV 我们先说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实质期权哈 in the money in the money 它估计应该比较贵 明白 因为它有两块钱 一块是要为内涵价值买单 一块要为时间价值买单 明白吗 但是到这个虚值和平值之后 它是不是只有时间价值了 明白吗 对吧 那现在我要问你了 就是我们现在三个 三个PK了哈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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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要把什么东西拿掉啊 我们不能把内涵价值掺和在里面 我们就把内涵价值扣掉 明白吗 现在就是我们三个期权PK什么 对PK电视机 那我要问你了 你觉得实质虚值平质哈 三个期权 你觉得谁的时间价值最大 反正总是有一个嘛 是不是 三分之一的概率 猜中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是吧 对看长看电都是一样的 对看长也是这样看电也是这样的 对 来 没生意了 不就错嘛 是吧也不拖出去打板子哈 也没一帐红是不是 哈哈哈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有同学会想到是虚值 为什么呢 对 对 因为同学说老师这个虚值好可怜呀 是吧 他已经那个ST都非常非常的小了 是不是 如果是看长期权的话 他怎么样 他可能就翻身浓浓把歌唱了 完了就变得什么样 给你赚钱了 是不是 完了实质呢 实质这个ST已经大于K了 难道你还想画油百日红吗 是不是 你还想往上冲吗 是吧 也可能没有 那现在关键就是 这是谁 平直 平直哈 我都说老师平直好像比较安静 是吧 做美男子的是吧 不想跟你们折腾了 是不是 但实际上我们说他实际上是比较高冷 比较那个什么的 你会发现 这个状态他现在是一个看似静止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他很有可能就往上走了 明白吗 大家同学老师他是不是也很有可能往下走啊 对啊 也有可能 但是比起这个 在第18层带的这个out of the money 他一直爬上来的概率呢 还比较小 当然这个全都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感性的解释 事实上是可以严格证明的 证明什么呢 证明平值齐全的时间价值最大 明白吗 有点点叙事待发那感觉 嗯 那现在我们说了把他去掉了啊 因为他肯定贵嘛是吧 因为他富二代嘛 因为他还有IV嘛 是不是啊 那我们不管他了哈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两个兄弟哈 at the money 和out of the money 你说谁贵啊 谁贵啊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他也来自于时间价值是他的价格 他也来自于时间价值 那你又说这个如果我是对的 我们说平值齐全的时间价值 怎么样 最大 那那肯定他要比他贵了是吧 这里面有两个潜台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由于有内含价值存在 所以实质期权一般比较贵 那贵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你买不起是吧 所以大家就会去追捧 at the money 和 out of the money 是吧 但这里面还有种情况 同时说那老师你说便宜 那我就减最便宜的是吧 淘宝上什么东西卖一块钱我就买 是不是啊 什么几万块钱包二十块钱我都觉得他应该是真的 是不是啊 那他不是更便宜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他啊 为什么 其实大家会发现 out of the money 这个期权由于他很便宜 其实这个期权也很容易被操纵 所以他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 总之这个市场上比较青睐的 就跟我们的男族是吧 进个十二强还美得不得了 是吧 还庆功久 好意思吗 他们不是说什么 不会做算数题 都都都都看不了体育节目了是吧 各种靠别人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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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太大意思啊 反正我不喜欢他 那我们说了 那就是最后 谁是这个市场上面交易的从儿啊 对 如果以后大家做研究 还会或者交易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不光是交易员喜欢他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由于他的交易量比较活跃 就是交易量比较充分 所以我们都愿意用他来作为 就是如果算的话 我们都愿意算他 你到时候等到打开那个行情表的时候 你翻到 只要是他是 就是ST等于K或者接近于K的那个时候 他的交易量都非常大 而虚值期权就没那么火 那实质期权呢 也没那么火 当然实质期权没火 是因为贵嘛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上面有一个图 我们先给大家瞅一眼哈 这个图有点解过来的哈 画的不是特别好看 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那个内涵价值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pay off 是吧 这是我们的什么东西 期权价格 是吧 看到什么问题没有 同学 当然了 其实我们后面证明他就是这么弯的 是吧 有同学说老师他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他就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后来算出来 他是这样样子的是吧 那从这里面 如果同学画图的时候注意啊 我不管你是哪儿呀 最好拿尺子 如果不拿尺子的话 你也应该在逻辑上没有问题 明白吗 就是如果你认为 刚才孙老师说的是对的 这个差是什么 时间价值 哪个地方应该最高 对这个地方 对吧 那我们看一眼哈 我刚才把那都跑出来了啊 当然我跑的那个三维的一个哈 嗯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把它 嗯 去掉了哈 这是画的一个看涨期权的一个 嗯 时间价 因为我们画的是一个三维的图嘛 你会看到就是我的执行价格是多少 40 你会发现这就像一个 这个叫什么风 对吧 极背一样的这个地方 最最最最高了 是吧 嗯 就是这个地方我已经把那个IV 都已经扣掉了哈 就去 就都是那个时间价值了哈 你会看到就是 呃 平直齐全的 它的时间价值最大 啊 而且它不是 就是在这个地方大 它一直都很大 哈 就是这样 嗯 好 我们再接着往下 啊 这个我们 不跟大家说了啊 应该比较简单的东西哈 嗯 嗯 主要就是说它会有一堆到期日还有一堆的执行价格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跟大家说 由于它有三种价值状态 实质 平直 虚直 所以它的那个执行价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 执行价格挂的时候 对应该是包含了三种状态 就既要有实质期权 又要有平直期权 又要有 嗯 虚直期权 当然同学说老师那是 平直的时候刚好等于它吗 对吧 也可能是在近似等于它的那个地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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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